发现了一个宝藏之地啊 这峡谷之中 太美了吧 我那两位兄弟啊 已经是被这里的风景给迷住了 这里是在床铺 还有路河的三岔口 刚刚我们是从那个阶西坪上过来的 一般门友看到一些石头被长黑的 那些水质都是有受过污染的 但是你看这边这些石头 都没有被长黑过 所以这里的水是非常干净的 真的 在一个峡谷里面 那两位兄弟 你看在那边拍照 已经忘我拍照了 淘醉了 有时候风景啊 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法案 拍风景 就是要把最原始的最好的地方分享给朋友们 让大家在节假日空闲的时候 可以带你的朋友家人 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喜高春啊 这边应该是属于富宁长铺的吧 到达黄沙巾 到达黄沙巷 这边是梅林 然后这个村子叫什么 什么田园 这边是梅林 然后这个村子叫什么 什么田园 田园啊 从这条路进去 瓜藏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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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村子叫做戈田园啊 戈田园 就是不知道 他这边是讲客家话 还是潮汕话 你好 我们来这边玩的 对 你们这边是讲客家话 还是潮汕话的 哦 客家话的 哦 哦 这 从潮汕话的来的 对啊 哪里啊 我们潮汕 潮汕 对 你们这边还住多少人啊 这边啊 都没多少人了 没多少了 嗯 做什么啊 没有没有 就是问一下 好奇问一下 好奇问一下 对对 信赖 哦信赖 哦 好 谢谢 谢谢 赖斯尔村落 就是这边 住的人不多 但是 总人口也 不多吧 没关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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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关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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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后呢